中午12点中国主席最新官宣 薅俊敏家三大名将 斩别中超 球迷意外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安三 众手周知那么前段时间的中超联赛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波折 为此呢 中国主席也在各地啊进行一个筛选 希望能够让中超联赛的能够如期来进行 那么就在最近的随着这一次中超联赛的一些问题解决之后的话 那么在近期的中超联赛也有望能够顺利的举行 所以我们也看到随着这四个比赛时间的逐步确定之后的话 在近期的中超的一个报名时间也是逐渐显现出来 而且呢并且在近期已经完成了一个报名结局的情况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整体安排来看呢我们也了解到随着第1阶段中超的一个报名结束之后呢 有些球员如果说没有能够完成报名 或者说没有能够签约球队那么接下来下一个 本赛季的一个第1阶段的比赛呢 他们将会缺席而且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 那么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这一次中国主席也是正式官宣了他们截止的一个时间日期 并且呢宣布这一次第1阶段的一些整体报名人员的名单 那么从目前的报名的这份名单来看的话 有4个球员呢都完全没有出现在里面 也就意味着他们第1阶段呢要暂时告别中超了 这4个球员呢分别就是 浩俊敏 郑志 张修为以及李学鹏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郑志啊那么他现在呢其实啊作为一个绝对级的老江的话基本上呢已经逐变是转型成为一个主教练 所以我觉得郑志这一次呢缺席第1阶段的比赛呢也并不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了 而且呢他才刚刚从广州队离开那么其实夏家可能都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 所以本赛季没有能够 去参加第1阶段的比赛呢也并不奇怪 我觉得这里面的可能比较可惜或说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就是浩俊敏了 毕竟我们知道浩俊敏本身就是国主的 现役队长而且他本身的能力也不错的 在过往他其实也曾经有过一个出色的表现 但很可惜啊在他现在的一个年纪的话居然是在现役的阶段面临无求可及的地步呢确实要很多球迷匪所思的 而他这一次之所以说迟迟没有完成一个序业呢是因为他在前段时间和他原来的老东家也就是武汉长江俱乐部呢是发生了一些啊这个 讨厌那个纠纷所以最终才会导致他本赛季离开球队之后的话 暂时还没有找好下家 那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呢那么接下来的话 薅俊敏可能缺席第1阶段的比赛之后呢第2阶段有希望回归 但现在的只是一个猜测而已到底他第2阶段能不能够找好下家完成一个签约 完成一个报名的话现在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其实对于薅俊敏来说呢现在这个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而除了他之外的话那么另外呢还有两个球员就是广州队的 张修为以及李学鹏了那么这两个球员呢其实也是比较可惜的 那比如说你像呢李学鹏他们的话那么其实年纪也不算大 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和球队这边的薪水问题呢 没有谈拢 所以即便是现在新赛系的比赛即将要开始呢 他们都没有被球队这边的安排一个报名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尴尬也导致他们的只能够缺席中昌第1阶段那个比赛 只是我觉得现在那个情况呢如果说不解决的话其实也不是办法了 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些球员的一些问题呢主要还是在薪水方面没有谈好 所以才会最终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 如果说他们这些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后续可能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 导致更多的球员呢会缺席后续的一些中超比赛 估计到时候啊对整个中超联赛影响了 是致命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希望的竹鞋这边能够去携手呢 把这些球员的一些问题能够解决过来 毕竟你像哈欧俊敏这么好的一些球员都无球可踢的话 那么确实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中超呢 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觉得呢针对这些球员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竹鞋有必要能够及时解决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一次对这些球员的一些缺席呢球迷多多少少会感到意外 毕竟原本的他们这些球员都是球队的核心球员 到新赛季呢居然暂时面临无球可踢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让很多球迷意想不到 我们接下来还是希望的这种情况能够赶紧的消失掉不要再出现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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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